- 讓哲學進入經營,建立企業成功基因 我們今天繼續探討矜持哲學第四十三條 追求人類的無限可能性 我想我們每一個人如果用現在的能力去判斷 我們是否有多大的成就 去想像自己到底行不行 這個結果一定是不好的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要知道 每一個人的潛力是無限的 每一個企業都有著自己所擁有的 不可被超越的一些成就 然後這些成就也有很多都是從你開始 我們可以看得到金池公司為什麼六十三年來 這麼的成功就是每一個員工 都有所謂的這種人定勝天的這種態度 也就是說相信自己的能力一定都可以做得到 同時領導者也必須要先自己有這樣 我一定可以的這種想法在自己的學意當中 我們看到每一個成功的企業 一開始總是所有的資源都是匱乏 但是為何到最後這些的企業都可以成功呢 就是他們覺得自己一定可以 做到自己現有的能力所不能做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用未來的能力去設定目標 開始在追尋我們人類的無限的可能 在自己的腦海中必須要清楚 只要我想要做我一定可以成功 這種態度這種思維必須要牢固的 在每一個領導者中的心中跟腦裡 同時呢也必須要這樣的思維 灌注在每一個企業員工的身上 讓每一個員工的內心當中 都必須要充滿著自信 都能夠像領導者一樣 具備所謂的領導人的意識 那我們就必須要挽起袖子的來向前做 從零開始到成功 這個過程當中當然是嚴苛 當然會經歷到很多的困難跟險阻 在此我也鼓勵所有的企業領導者 如果你現在才是一個崭新的企業 是一個規模非常小 資源非常缺乏的一個企業 但是只要你相信自己 你一定可以成功 我是Joisman 如果你覺得這個不錯 讓我們下回繼續聊哲學吧 WebTV WebTV